為了解決保護理所的問題 衛福報在十方宣佈說 二十六間衛福報的病院 價共八千塊的護理人員的薪水 都會加四% 平均每一個護理人員 會計1500到2500 調整之後 護理人員的薪水 上座一年有九十一萬 再來 護理人員的欠款 在部分屬於病院都感染到人材 衛福報設人員也宣佈 日六間衛福報立病院 總共八千塊的護理人員的薪水 當這家薪水 平均每人調薪1500至2500 不會說用統一的標準去做處理 所以這是要每家醫院看他的 營運的狀況等等這一些 那去決定說 可能調整的幅度 外交部表示 由十一月份開始 勃分病院 每個月八方倫斑頂貼 償價800至2000塊 另外保理病院 所有的護理師 在美女官等開始 上官會等加薪2500 所以上今年三月開始 勃分病院的護理人員 薪水就流少調薪 包括自薪中金 每個月三千塊 亞斑定帖每個月一千八百五十塊 護理人員 平均年薪上官 1992萬 如果公務預算沒有辦法介入 要等到營運 我覺得這個困難度會越來越高 而且對偏鄉的醫療 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困難 外交部說 護理人員加薪 不然是為了老護理人材 還要是比較薄 比人照顧的拼著 安全必要的作法 也會用家人口 讓你專業 得出貢獻 記者綜合報道